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財政部剛宣布要制裁11名中港官員 待會我們就會分析 究竟美國的目標是純粹這11人這麼簡單 還是另有所圖呢 我們首先講究竟這11人的制裁名單包括什麼人 包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特首辦主任兼國安委秘書長陳國基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警務處前處長盧偉聰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 以及國安公處處長鄭雁雄 在美國財政部的那份制裁名單當中 列舉了這班人的身份證號碼 以及地址等資料出來 而且財政部這份制裁名單也挺搞的 不僅是這11個人 還有一個中非共和國的人 這個人是干犯了什麼事呢 其實他是一個軍事組織的領袖 他就干犯了很多反人類的暴行 比如說屠殺當地平民 這11名中港官員 竟然被美國財政部和中非共和國的人 並排齊名 到底有沒有什麼圓外之音呢 就真的不清楚了 反正美國財政部另外 又有一篇非常詳細的新聞稿 是出來了 就是說明了 到底為什麼美國政府 要對這11名中港官員實施制裁 那些詳細的原因 我就不在這裡逐一說了 反而我想說說 林鄭月娥之前被記者問到她 怎麼看美國制裁的時候 她就這樣回答 她說 外國任何制裁措施 都只會損害到他們自己 她就強調 自己在外國沒有任何資產 也不往往前往美國 而且她還說 對於外國對她本人的制裁措施 只是會一笑致之 以及癡之以鼻 說到的態度是非常輕挑和不褻的 實際上 美國是會採取什麼具體的制裁措施呢 如果根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以及香港自治法的規定 被列入制裁名單當中的人 大概只有兩位 第一 就是禁止入境 第二 就是凍結資產 林鄭說到這兩件事對她也無效 事實上如果在她個人層面來說 就是無效的 除非說會動到她的兒子 因為似乎她其中一個兒子 據聞在美國讀書 除非是動到她的兒子 否則對她個人來說 香港真的沒什麼影響 這是事實 問題就是 到底美國的真正目標是什麼 如果美國真正的目標 是純粹這十一個人本身的話 那真是沒什麼大不了 都是不外如是 因為正如林鄭所說 只要她們不向往前往美國 以及在美國沒有資產的話 那真是當你臭死 但問題就是 根據香港自治法的內容 那些條款和條文 就辣得很厲害 大家看看原文就知道了 香港自治法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最大的區別在哪裡呢 就是香港自治法 有一個引申出來的二次制裁 就是針對銀行和金融機構 這個二次制裁是怎麼搞的呢 就是凡親這些金融機構和銀行 如果他們和被制裁名單裡的個人或企業 是有所謂significant transactions 即是重要顯著的業務往來的話 那這些銀行和金融機構 同樣地都會面臨制裁的 問題就是 何謂significant transactions 什麼叫重大的業務往來 那條的界線 完全掌握在美國政府的手上 因為怎樣去判定呢 在這個自治法裏 其實是沒有很詳細地寫清楚的 當那條界線是美國來自行斷定的時候 主動權完全掌握在美國政府的手上 如果他要針對更多的金融機構的話 他就將那條界線定得寬鬆一點 何謂significant transactions 所以香港自治法的制裁 那這個算不算是重大交易呢 那就是美國政府來決定 如果他純粹是想試水溫 那他又可以把那條界線定得緊一點 那便少一點的金融機構中招 又或者到底要不要動這些金融機構呢 那個決定權都是在美國政府手上 故此動不動 怎樣動 動哪間 都是美國決定 所以香港自治法的制裁名單的真正威力 到現在這一刻都沒有展現出來 如果純粹說了11個人的話 他很簡單的 真的不去美國 或者在美國沒有任何資產 對他真的沒有什麼影響 是零影響都可以的 但是 這11個人 他本身不會是沒有用到任何銀行 或者金融機構的服務 最低限度來說 他們都要有一個銀行的戶口 來出糧 政府沒有理由要用現金出糧 更何況就是 這班人不是深山野人 人工有差不多 就百足這麼多找 比如說 又有信用卡 又有股票戶口 又有其他的投資戶口等等 所以牽涉到 一定是有很多間金融機構和銀行 這裏就成了一個問題 分分鐘就埋下了一個叫做金融地雷 為什麼 因為這11個人 背後牽涉到所有金融機構和銀行 到底有沒有跟這11個人做過 叫做sillificant transactions 這全部就是由美國判斷 故此 這些銀行和金融機構 分分鐘有可能要面臨著一個兩難的抉擇 就是 當美國現在列了這11個中港官員 進入制裁名單之後 究竟這些金融機構 是要遵從美國的決定 還是要侮辱美國的決定呢 若然他們是要侮辱美國決定的話 那就分分鐘要面臨著 香港自治法第七條 所列明的引申出來的二次制裁 那些條文真的辣得很厲害 我們一齊大概這樣看看 第七條其實是說什麼呢 就是針對那些和被制裁人士 進行重大交易的外國金融機構的制裁 即是制裁那些銀行和金融機構 為什麼說明是外國呢 因為只要列入財政部的SDN list 即是special designated nationals的名單當中 基本上美國的金融機構 就不會跟這些人有任何的業務往來 所以就已經是美國本地的不用特別提 為什麼說這個第七條是辣到瘋呢 因為裡面包含了有九項針對外國金融機構的制裁選項 第一就是美國政府可以禁止任何美國金融機構 向這些外國金融機構提供貸款或者提供信貸 即是說不借美金給你 第二就是禁止這些外國金融機構成為指定的主要美債經銷商 不讓你賣美債 第三就是這些外國金融機構 不能夠為美國政府代理或者儲存 美國政府的資金或者基金 第四就是限制外匯兌換 第五限制銀行間的交易 第六限制財產交易 第七限制出口 第九 轉口和轉移 三樣東西 分別是商品、軟件和技術 即是什麼都禁止了 還未完結 第八 禁止投資在股本或者債務 第九 制裁銀行的主要行政人員 即是連行政總裁 分分鐘都被制裁了一份 所以這些人就會考慮 究竟是要遵從美國的決定 若然遵從美國的決定 當然會變成得罪大陸 不知道大陸方面會不會有什麼反制措施 若然是侮辱美國的決定 香港自治法第七條 似乎香港自治法第七條 都說出了他們有可能的後果 影響極之深遠 基本上很多事都不能做 那些銀行很多業務都是廢了 基本上是浪費了 好了 到底這些銀行怎麼辦 面臨著一個兩欄式 分分鐘會導致一個什麼的結果呢 變成了一個金融上的硬脫鈎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美國政府 會不會真的執行第七條條文 如果會的話 那這些銀行怎麼辦呢 而且不僅僅是香港的銀行 因為當中有些大陸幹部都被制裁 他們都會用大陸的銀行 所以這次真的可以說是牽連甚廣 因為第七條裡面所說的 實際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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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那個定義是從交易的本質來定義 還是從交易的金額來定義 還是怎樣定義呢 真是不知道 裡面是沒有說到的 所以就看那些銀行自己是否拼拼 如果他們想拼拼的話 分分鐘就誤墮了第七條的法網 如果不拼拼的時候 又會不會有機會得罪大陸呢 所以接下來這幾天 大陸的反應就是很重要 究竟大陸會不會就著這個議題 採取什麼反制措施呢 所以我們真的要密切關注 且看下回分解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